人们都说韩国财阀会玩 可我觉得女网红比她们更会玩 靠着网络红利 她们赚得盆满不满 仅是一场直播便收入几亿韩币 一条广告代言 少则几千万多则上亿 各种奢侈品包包 多到家里摆不下 而我们的女主雅丽便是其中之一 彼时的她已经成长为 某社交平台的百万大V 每天躺着赚钱 各种广告以及探店街道手软 雅丽在平台上随便发一家店 这家店秒遍打卡升地 店里最普通的炖豆腐 一年都能卖到几十亿韩币 雅丽从中也能抽取大几千万的佣金 当然两年前雅丽还只是一个普通素人 生活过的一团糟 小时候雅丽家大业大 是当地有名的富二代 只可惜一场变故 使家里生意赔光 雅丽瞬间从高处落了下来 她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炖炖海参鲍鱼变成了粗茶淡饭 好在雅丽适应能力强 并没有抱怨 高中毕业以后 她从事化妆品销售工作 为了生计 她忙得不可开交 这天雅丽正在忙着给客户选品 一旁的同事却在关注一场网络大战 网红宾妮妈和王劳拉在网络上骂架 互接对方牢底 同时作为吃瓜群众 看得不亦乐乎 她拿给雅丽看 后者对此根本不感兴趣 甚至连宾妮妈跟王劳拉是谁都不知道 宾妮妈最早期靠着撰写博文起家 一步步成为网红 有了流量以后 她创建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宾妮妈设计的鞋子衣服包包 一上购物平台 便被粉丝起街一空 在网红这一行 宾妮妈就是核弹级别的存在 王劳拉此前靠着蹭宾妮妈流量起家 现在却想着踩宾妮妈上位 亚丽对于互联网的纷争丝毫不在意 她只关心自己的化妆品 什么时候能够卖出去 毕竟网红的生活并不适合所有人 亚丽在这满满一车的化妆品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今天她的主要任务是将化妆品推销给眼前的大妈 他们都是财阀家的佣人 亚丽来到财阀家 看着物理摆放的高档视频 说不羡慕 那是假的 就在这时 女主人提前回来 惊慌之下 亚丽被佣人藏在衣帽间里 偷听到女主人跟丈夫的对话 女主人的网红小姑子彩西 也受到宾妮妈和王拉拉的影响 跑去丈夫的公司 吵着要起诉两人 女主人对此早有耳闻 毕竟她公司也经常找网红代言 知道网红里面的小秘密 丈夫觉得女主人也应该开一个社交账号 但女主人不喜欢抛头露面的生活 随后 女主人简单收拾行头 便赶赴采息组织的一场 网红派对 女主人走后 亚丽从衣柜里走了出来 看着眼前琳琅满目的奢侈品 亚丽满眼放光 就在这时 女佣招呼亚丽赶紧离开 晚上亚丽回到自己寒酸的家 想起白天 女主人也提到 宾妮妈跟王拉拉 亚丽打开手机 下载了社交软件 开始关注这场闹剧 第二天 亚丽跟同事来到宝格丽 给老板挑选礼物 期间遇到自己的高中同学敏慧 对方现在也成了首屈一指的网红 要知道在上学的时候 敏慧都是靠着亚丽过活 此时的敏慧并不知道亚丽破产 所以热情地邀请她 参加一场网红派对 一旁的同事认出了敏慧 进行疯狂跪舔 对于派对 亚丽并不想参加 第一 她不适合那种场合 第二 她现在也没有适合参加活动的衣服 然而当玛丽母亲得知此事以后 二话没说 将自己顾客的衣服 打给亚丽穿 这是一件某大牌的奢侈品连衣裙 整个韩国只有一件 亚丽不想跟个乞丐一般 偷穿别人的衣服 所以她准备不去参加派对 回到房间 亚丽打开社交软件 点开敏慧的主页 看到了对方那奢靡的生活 亚丽眼都直了 现在敏慧一套饰品的价格 顶上她的全部身价 再看完敏慧的全部作品 亚丽一时虚荣心作祟 决定去看一看网红的世界 究竟是什么样的 当天晚上亚丽来到派对现场 几大网红悉数登场 他们乘坐顶级超跑 抵达派对现场 享受聚光灯下的瞩目 唯独亚丽是个另类 打车来的 刚下车 她便遇到一个奇怪的男人 对方一身黑西装 上来就要抚摸亚丽 吓得她当场一机令 对方见状联盟道歉 表示自己认错了人 亚丽却感觉自己碰上色狼 拿起手机便打算报警 男人微微一笑离开 让亚丽自便 走进派对现场 亚丽秉承着 多一时不如少一时的原则 放下手机 走进派对现场 找到了敏慧 对方带着她认识自己的朋友 并不断追求亚丽家的实力 推得亚丽都感觉到不好意思 就在这时 采西带着女主人出现 跟敏慧打招呼 令人没想到的是 亚丽身上的衣服 居然是女主人的 采西一眼认出衣服 询问亚丽是从哪买的 这件衣服她等了一年 都没有货 采西想知道亚丽是在米兰 还是在巴黎买到的 亚丽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女主人虽然认出是自己的衣服 但她没有揭穿 反而帮着亚丽搪塞过去 小插曲刚过去 一场危机突然出现 本来这场派对 敏慧是准备带着宾丽妈参加的 但因为对方在网上的骂架 牵扯到自己 所以敏慧才不带她 没想到 敏妮妈却自己追了过来 对着敏慧就是一巴掌 言语嘲讽对方 只是自己带起来的一条狗 敏慧没有粉丝的时候 一直黏着敏妮妈蹭热度 现在翅膀硬了 居然敢对她做这种事 敏妮妈越说越气愤 一把揪住敏慧的头发 现场全是围观群众 没有一人出手相助 最后还是玛丽上前帮忙解围 下一秒 敏妮妈把矛头指向亚丽 当场给了她一巴掌 亚丽一个亮抢 撞到服务员 手中红酒洒了一身 敏妮妈嘲笑亚丽 不过是一个攀附敏慧人脉 想要成为网红的底层人 亚丽一听这话 也是不惯毛病 一巴掌扇到敏妮妈脸上 跟着拿起一杯饮品 甩到敏妮妈身上 并说道 敏妮妈作为公众网红 今天把没素质三个字 展现得淋漓尽致 相信她的网络生涯 注定走不长久 敏妮妈此刻才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有多少冲动 立马头也不回地离开派对 门口遇到的怪男人 亚丽回到家 母亲看到沾满红酒的连衣裙 整个人都崩溃了 亚丽查询了这件衣服的价格 居然高达1200万韩币 母亲差点被吓晕过去 派对上发生这种事情 不光逼妮妈形象全无 就连被打耳光的敏慧 也没幸免于难 被发到网络上 形象一落千丈 周围的网红朋友 也开始故意疏远她 而亚丽因为派对上的举动 涨了472个粉丝 亚丽的表现 想要将其包装成网红 在看过网红社民的生活之后 亚丽也有些心动 小白让亚丽回去考虑一下 回家的路上 亚丽经过自家洗衣店 正好看到女主人推门进去 亚丽急忙追进去道歉 女主人之所以亲自前来 其实是为了确定 昨晚的衣服是不是自己的 现在看来是 女主人没有想要怪罪的意思 毕竟只是一件 自己不常穿的衣服而已 女主人越是这样 亚丽越是感觉 自己受到了侮辱 同时也让亚丽下定决心 想呼吸一下 上流社会的空气 当天晚上米慧为了重回朋友圈 她擅自发布一条作品 邀请采西几人参加直播活动 采西他们一致对外 决定不去 可女主人却答应下来 其实女主人虽然没有自己的账号 但她也属于名人 女主人是议员的女儿 还是韩国某知名基金会长 丈夫也是法律师家 女主人的知名度不亚于采西他们 女主人认为 不能单因为派对的事 就故意疏远她 这样会显得他们小气 就这样 在女主人的诉说下 采西几人不得不硬着头皮参加直播活动 可敏慧的粉丝量还是直线下降 从34万掉到了29万 为了挽回粉丝 敏慧也邀请雅丽参与直播 利用她帮自己洗白 在此期间 敏慧得知了雅丽破产 现在从事的工作 敏慧没有白利用雅丽 帮她在网上推销产品 可雅丽却遭到采西等人的嘲笑 除了女主人以外 雅丽感觉自己被利用 气愤地转身离开 敏慧觉得雅丽都混到这个地步了 还装什么清高 自己免费帮她宣传卖货 雅丽应该感谢才对 正是在这一瞬间 雅丽感觉自己受到莫大的屈辱 在当今这个社会 穷就是一个人最大的原罪 雅丽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敏慧则忙着想办法将粉丝找回来 眼看正常途径回不来 她找某些公司刷粉丝 而这也属于网红圈不能明说的秘密 回家的雅丽接到一通警察打来的电话 急匆匆赶去警局 发现是那天出现在派对的男人俊警 再利用警察的力量寻找自己 郡警在社交平台上给雅丽发私信 却得不到回复 此前雅丽要去自己的号码说要报警 见警察迟迟没有联系自己 郡警只好来警局自首 顺道借助警察的力量寻找雅丽 郡警的身份也不简单 是海外进修归来 掌管家族事业的高材生 派对一见 郡警被雅丽深深吸引 雅丽则被搞得一脸懵 以为这是富家公子利用家族势力搞的恶作剧 气愤地离开警局 因为敏慧的直播 雅丽手上的化妆品被瞬间售卖一空 雅丽社交账号也从400多粉丝涨到了几千 除此之外 也有不少商家主动联系雅丽 希望能跟她进行合作 突然降临的好运 让雅丽有些猝不及防 她决定去找小白咨询一下 成为网红的事情 小白看了雅丽的私信后台 表示这几个商家都是小规模公司 根本赚不到多少钱 雅丽想知道自己的价值有多少 小白没有明说 而是带着雅丽来到他们的网红培训基地 对雅丽进行了一丝形象改造 在网红公司 只要你的粉丝超过一万 从上到下的包装都由公司进行赞助 公司的背后则是无数商家跪舔着公司 让他们安排网红 到自己的店拍照打卡引流 等粉丝达到十万以上 便开始进行卖货 女网红随便穿个瑜伽服拍段视频发到网络上 便有无数粉丝在评论区要购物链接 这个时候公司会将价值一万的瑜伽服 标15万上架 一般情况下半小时就能受控 除了瑜伽服以外 网红日常拍照过程中 也要将需要售卖的产品放到照片里 只要有粉丝问便上架卖货 随着粉丝越来越多 就可以开启下一个赚钱思路 创建自己的时装品牌 一万的服装经过品牌的加持 摇身一变卖十几甚至几十万 敏慧的时装品牌 每年的销售额高达50亿韩币 采西因为自带贵族光环 出道即巅峰 每年也是赚得盆满不满 听到这些惊人的数字 雅丽不心动是假的 最终她同意小白对自己进行网红改装 雅丽成为网红的第一步便是蹭热度 想办法放大数 小白想到了敏慧 打造两人的挚友人设 一方面既能挽慧敏慧的名誉 又能带着雅丽一飞冲天 起初敏慧并不同意 但没有办法 公司安排的 她只能被迫答应 就这样 两人开始商业合作 雅丽频繁出现在敏慧的身边 虽然她们表面上是合作关系 但实际上敏慧 只把雅丽当成小跟班 完全没有正眼相看 拍照也只是在堆满假笑 活动结束 敏慧立马安排雅丽 前往地下停车场 收拾粉丝送来的礼物 这场活动 让雅丽收获了2000个粉丝 雅丽开始试着发布作品到平台上 第二天 雅丽被邀请前往意卖会 拍卖自己平常不用的东西 等雅丽来到拍卖现场 顿时傻了眼 其他网红带来的商品 都是价值不菲的奢侈品 只有雅丽的东西是地摊货 这时 敏慧带着她的网红团 过来冷嘲热讽 女主人一直在旁边帮忙调和 雅丽自尊心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连忙收拾物品离开 慌乱间 手上箱子脱落 雅丽因为惯性被拽到 一颗水晶球从包里滚了出来 现场气氛瞬间尴尬起来 此刻雅丽宛如一个落魄的公主 急需一个白马王子来拯救她 很快这个白马王子出现了 她便是俊景 俊景也是义卖活动的赞助商 她拾起水晶球 将雅丽从地上扶了起来 敏慧几人一脸震惊 雅丽怎么会认识俊景 不光是敏慧惊了 就连女主人也蒙了 原来 女主人跟俊景是青梅竹马 本来家里人认为两人是要结婚的 但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什么 分开了 当初俊景就是把雅丽当成了女主人 雅丽离开义卖现场 俊景安排司机将她送回家 采西追着俊景问 她是怎么认识雅丽的 俊景并没有回答 这时 女主人出现 她也想知道 可俊景依然什么话都没讲 经过这场意外 雅丽想明白 以她现在的地位 根本入不了敏慧几人的法眼 既然无法融入 索性各玩各的 雅丽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作品 与他们撇清关系 表示自己不想当所谓的丫鬟 结果遭到网黑 大家都认为 是敏慧带红了雅丽 她现在这么做 无异于是过河拆桥 雅丽对此毫不在乎 其实她这么做 还有另一层原因 找跟她一样 志同道合的人 雅丽发表的言论 严重攻击了敏慧的小团队 采西很是生气 开始责怪敏慧 带雅丽入团 俊景看到这个作品 反而对率真的雅丽 更加充满好感 经过一夜的洗礼 雅丽的粉丝数量 呈直线式下滑 敏慧他们的账号 也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 敏慧来到公司找雅丽 质问对方想要做什么 这时 小白拿出雅丽的账号数据 她的一时嘴爽 换来的结果是毁灭性的 采西等人也开启直播 否认与雅丽相识 谎称雅丽眼馋他们 才恶意抹黑 没错 雅丽把网络想得太简单了 因为雅丽 采西他们也开始 跟敏慧撇清关系 就在事情一步步恶化之时 还记得我上面 提到过雅丽发布作品的初衷 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人 这下他们帮了大忙 其中有一个黑客 发动社区论坛的力量 帮雅丽强势洗白 疯狂抹黑采西他们 一时激起千层浪 越来越多厌恶采西的人站出来 力挺雅丽 舆论局势发生逆转 雅丽因为这件事还登上了头条 获得粉丝们的青睐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 她的粉丝量又涨了回去 采西几人被骂的 不得不暂时关闭账号 在此期间 郡景联系上雅丽 或者因为对方是因为性骚扰的事 雅丽告诉郡景 是自己误会了 她会去警局撤诉 没想到郡景却主动向雅丽示好 想要跟她约会 郡景在韩国有一个外号 公主制造机 凡是跟她约会过的女生 无一例外 全部成了几十万的网红 郡景在韩国的影响力就是这么大 面对这么一棵大树 雅丽并没有立马答应 但郡景的影响力 还是让玛丽躋身大网红行业 虽然粉丝量不及大网红 但热度丝毫不输那些人 各种品牌活动 雅丽应接不暇 每次出席活动 郡景都会安排家里的车进行接送 雅丽的自身价值在不断提升 女主人了解到这些情况 亲自去找郡景 她想知道对方在做什么 并以朋友的名义 劝郡景找个门当户对的姑娘谈恋爱 跟雅丽该结束了 郡景没有过多解释 她似乎真的很喜欢雅丽 至于是不是真的 咱们后面再说 发布会现场 采西又整幺蛾子 一位女网红最开始跟她打招呼 直到雅丽一出现 女网红迅速转移目标 将采西撂到一旁 想巴结雅丽 结识她背后的郡景 采西感觉受到屈辱 一杯红酒颇向女网红 现场局势顿时剑拔弩张起来 关键时刻 又是女主人及时出现 安抚住小姑子 将其劝离现场后 向女网红道歉 采西暴躁的脾气 早晚会给她热来是断 雅丽出迷以后 只要发帖就有钱拿 赞助商也源源不断找上门 雅丽逐渐不愁金钱 似乎开始考虑实现阶级的跨越 而雅丽与郡景的绯闻还在继续 这天 雅丽来到郡景的家 被她家复礼堂皇的装修 震惊到 除此之外 家里女佣的行为 也让雅丽难以置信 雅丽哪里见过这阵仗 可以说是被吓到了 同时她也十分好奇 女佣是练习了多长时间 才能学会这种脱鞋的技能 雅丽不理解 郡景似乎看出雅丽的疑惑 她对此做出解释 自己从小就这样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郡景从未觉得不妥 而女佣也从未感觉到不舒服 毕竟郡景为她支付了高额工资 除此之外 上流社会的生活就是这样 郡景没办法改变 也没有理由改变 雅丽觉得跟郡景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所以她决定终止跟郡景交往 这种上流社会的生活 雅丽无法接受 对于平常姑娘而言 攀上郡景这棵大树 只会各种跪田 郡景从未见过 像雅丽这样的女孩 所以对她格外产生兴趣 雅丽的顺利出圈 让之前与她决裂的网红开始主动示好 网红大美接近雅丽 表示可以帮她重修 跟彩西的关系 毕竟在网红圈 人脉大于一切 宁可多个朋友 不能多个敌人 雅丽表面同意 随后雅丽来到东大门服装批发市场采购 她准备开一家网店 试试自己的带货能力 这晚 大美邀请雅丽参加彩西举办的酒吧派对 在这里 她见识到了上流社会的发泄方式 他们居然靠着违禁品 发泄内心的情绪 彩西吸得神志不清 周围的男公关也昏睡过去 彩西跟雅丽合照 发到社交平台上 女主人看到这一幕 连忙赶去酒吧 雅丽觉得他们都疯了 大美却自嘲 这就是上流社会的解压方式 就在这时 女主人推门而入 雅丽自觉离开 一出门遇到郡警 她看到照片里有雅丽也赶了过来 雅丽刚要说什么 屋里传来尖叫声 雅丽见到这一幕 认为他们应该报警 却遭到现场人的怒斥 他们第一时间沿着后门离开酒吧 昏死的男公关则有大壮负责处理 为了降低照片造成的影响 公司安排人对采息账号攻击 伪造成被黑客入侵的假象 雅丽跟着大家一起离开酒吧 被送回了家 而那个昏死的男公关 也被救护车拉走 好在最后是抢救了回来 如果人死了那麻烦就大了 大壮处理完这件事 开始想办法封雅丽的口 毕竟她在现场一度想要报警处理 女主人接下这个任务 去找雅丽沟通 没想到大壮带着郡警突然出现 大壮手拿一份保密协议 想让雅丽签字 她傲慢的态度 让雅丽感到不舒服 她认为只有犯罪的人 才应该签署保密协议 雅丽又没有犯错 说吧便转身离开 大壮拦住她 让其想明白 雅丽自己只是一介平民 越难听 郡警听不下去了 哪怕跟大壮翻脸 也要拉着雅丽离开办公室 郡警想保护雅丽 如果这件事 她按照自己的想法 一一孤行下去 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郡警从大壮亲自出手 解决这件事上 看出了一次端倪 她调查 那晚昏死的男公关 得知对方还处于昏迷状态 并没有苏醒过来 如果男公关死亡 这件事就大了 因此大壮才迫切地想要解决 不惜采取威胁的方式 让雅丽闭嘴 当晚郡警找到大壮 她不关心男公关的生死 以及这件事会造成什么影响 郡警警告大壮 她绝不能碰雅丽 不然她会主动揭发一切 其实雅丽也不想报警 她也怕招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这件事暂时告一段落 雅丽开始全力卖自己的产品 她的穿搭风格 得到大众的认可 雅丽售卖的衣服也成了爆款 粉丝量也从最初的几千 涨到了二十多万 涨粉速度如此之快 采息几人从中嗅到了危机 敏慧重新回到小团体 想到整治雅丽的方法 找人断掉了她衣服的供货商 雅丽欲售卖出去的货 就没有办法发货 发不出去货 粉丝会对她产生信任危机 届时雅丽卖什么品 都不会有人购买 雅丽通过调查得知 是一家名为维斯塔市的工作室 将雅丽售卖的衣服拿走 变成自己的独家销售款 维斯塔市是东大门最大的进货商 本地商家没有一个人敢招惹她 就这样 雅丽遇到了当网红以来最大的危机 雅丽没有就此放弃 她直接前往维斯塔市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雅丽能够顺利化解这场危机 且看下一期绝世网红的视频更新 你绝对想象不到 韩国女网红圈能有多混乱 陪吃陪喝只是家常便饭 私底下被潜规则则都摆在明面上 甚至都明码标价 为了捞金赚钱 女网红们无所不用其极 然而本就出身低层的她们 在赚到钱以后开始了各种作祀 夜店聊汉 VIP包房大开面粉派对 在作祀的边缘疯狂试探 但在她们之中有一个另类 此人便是我们的女主雅丽 虽然她也是一位出身底层的网红 可她并没有那些花花肠子 一心赚钱搞事业 靠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走到今天 拥有二十几万粉丝的女网红 雅丽比较接地气 每天分享评价女性穿搭 因为这个人设帮她圈了一堆子中粉 雅丽从最开始的小打小闹 逐步开始扩大规模 就在事业即将腾飞之时 招来其他女网红的极度 其中还包括她之前的同学敏慧 为了毁掉雅丽的事业 敏慧联系东大门最大的进货商 维斯塔士 百万女网红 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 都是绝对的大咖 所以她很轻松地将雅丽 预售出去的商品 半路截走 成为自己独家销售的产品 雅丽拿不到衣服 无法进行正常发货 粉丝对她出现信任危机 当天晚上 雅丽找到威斯塔士的女老板 与她发生争吵 女老板仗着自己是大网红 丝毫不将雅丽放在眼里 雅丽也是不惯毛病 跟女老板发生争吵 争论过程中 女老板无意间透露出 女老板赶出工作室 雅丽气不过 随即联系黑客 这个黑客曾经帮雅丽 解决过一场名誉危机 在黑客的帮助下 雅丽得到了女老板的过往黑料 原来女老板没成名之前 是靠着赔税 积攒人脉跟资金 后来才一步步走到 今天这个位置上 雅丽了解完这些情况 直接杀回工作室 此刻 女老板正在跟朋友们打牌 雅丽见状找空位坐下 拿出一碟现金 不由分说加入牌局 女老板没有拦着 她倒要看看 雅丽凭要搞什么花招 很快牌局开始 第一把牌 雅丽便不断下注 从50万一路加到200万 女老板不想丢面子 只能硬着头皮跟上去 直到赌注来到500万时 女老板不淡定了 毕竟他们只图一个开心惬意 而不是赌博 接下来雅丽语出惊人 她刚才下的赌注 正好是女老板赔酒的价格 从50万一路到现在的500万 说完这句话 雅丽开女老板的牌 雅丽虽然一手小牌 但也赢了女老板 雅丽借着手中小牌 告诉女老板 自己这艘小船 早晚要掀翻她那艘 远看肩不可摧 近看千疮百孔的大船 说完雅丽扭头 离开了工作室 女老板被气得脸都轻了 雅丽从工作室离开 遇到了前来 给女老板送货的大叔 大叔一眼便认出了雅丽 大叔名叫庆培 此前曾在雅丽父亲手下做工 那年雅丽父亲生意萧条 哪怕工厂面临破产 他依然给庆培大额浅费 并帮其寻找新的工作 对于庆培而言 雅丽父亲对他有着知语之恩 所以当庆培得知雅丽的情况以后 主动伸出援助之手 庆培手上有一个服装加工厂 同意帮雅丽生产衣服 售卖 解决完衣服的后顾之忧 雅丽又找到此前自己的化妆品老板 想要帮他一把 当初因为雅丽遭到网报 他所售卖的化妆品品牌也受到牵连 导致老板没解的化妆品无法卖出去 公司也被迫倒闭 雅丽的标签主打一个性价比跟亲民 所以美姐囤积的货非常适合自己 雅丽知道美姐化妆品的品质 丝毫不亚于其他大牌 网络上的流言蜚语没有将雅丽击垮 马上她便要卷土重来 雅丽选择失踪了一段时间调整状态 这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郡景还有些担心 拜托女主人帮忙寻找 也是一无所获 雅丽打算用另一种方式重现在大众面前 很快随着一场国际奢侈品牌 巴尔曼服装秀的到来 大家对雅丽的关注度开始逐渐降低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雅丽居然一身亮装出现在服装秀现场 她身上穿着服装秀超模崔春旗下的服装 并以另类的穿搭吸引到她的关注 两人拍下合照 崔春还将照片发布到社交平台上 可谓是一炮而红 而在服装秀现场 除了彩西等各大网红以外 还有郡景 她看着远处就坐的雅丽 眼神久久没有离开 在崔春的推波助澜下 雅丽的形象有所改观 于是雅丽趁着这股热度重启社交平台 正式开启卖货之旅 随着商品越卖越多 雅丽也创建了自己的个人服装品牌 除此之外 雅丽还将美姐的化妆品打造成自己的品牌 为了能有品牌知名度 雅丽联系上郡景 对方所在家族 是韩国化妆品的龙头 如果能跟她合作 美姐的化妆品完全不愁卖 郡景本就对雅丽有好感 因此十分慷慨地同意合作 下一秒 郡景突然起身 吻向了雅丽 后者并没有拒绝 这一吻似乎帮助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在此期间 大壮接到一个噩耗 此前在妹妹采西派对现场 吸食面粉过量的男公关 因为抢救无效死了 大壮顿时慌张起来 雅丽在郡景的帮助下 服装跟化妆品一起搭卖 雅丽转得盆满饱满 也带着母亲离开 那个破旧的小套儿 搬进了大房子里 雅丽火了之后 还带着先前的女同事一起赚钱 女同事担任雅丽的助理 帮忙处理各种事物 现在雅丽的粉丝达到130万 她的直播价格 也从最开始的30分钟几十万 涨到1000万 每条广告贴则是500万 雅丽身家直线飙升 她所在的公司联系上雅丽 希望借着这股热度再大赚一笔 却遭到雅丽的拒绝 她想走自己的职业规划 以打造品牌为主 雅丽不想挣这笔钱 不代表其他人不心动 其中就包括女同事善美 面对金钱的诱惑 她有些心动了 这天雅丽受邀参加 女主人组织的基金会活动 这次活动的地点 正是彩西举办面粉派对的酒吧 雅丽一登场 便成为众人的焦点 彩西敏慧这些网红 都被冷漠到一旁 完全没有排面 彩西气得肺都要炸了 不久 崔春也来到活动现场 主动向雅丽打招呼 并跟她合照 彩西几人十分嫉妒 不停地在后面嚼舌根 雅丽听到以后也是不惯毛病 毕竟这个时候的她 已经不是当初那个雅丽 雅丽让彩西几人看清楚现实 现在她的等级比几人都高 雅丽作为百万网红 实力直接碾压他们 彩西气不过 起身追上去 结果脚下一滑 一个亮枪摔倒在地 打翻酒瓶出了阳下 彩西反应过来 连忙离开了现场 雅丽衣服被泼上了酒字 来到后台处理 却在这里遇到大壮女主人以及郡警 就在这时一个女孩从外面跑了进来 嘴里不停喊着 自己的哥哥不会想不开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大壮听到这话 连忙眼神示意酒吧老板 把人弄出去 在场几个人都愣住了 此时雅丽意识到 之前那个男公关很可能已经死了 郡警见状拉着雅丽离开 两人走后 女主人质问丈夫 对方承认男公关抢救无效死了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一段对话 被出来上厕所的敏慧偷听到 他对此产生好奇 开始调查这件事 就在雅丽事业蒸蒸日上之时 黑客发了消息 雅丽热情回复着 对方却态度发生转变 向雅丽提出很多无理的要求 他必须秒回信息等等 雅丽无法接受 明确表示拒绝 并想要知道对方身份 黑客瞬间暴怒当场下线 雅丽并没有将他当回事 再次投身到事业中 这天 国外某知名大网红联系雅丽 他对雅丽的产品很感兴趣 想与其一起开一场直播带货 庆培觉得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赚钱机会 要雅丽抓住 但后者考虑工厂 现在已经是在超负荷工作 贸然接下直播 恐怕供不上货 请陪让雅丽对此不要担心 他会负责解决供货问题 与此同时 黑客居然主动联系上彩西 问对方有没有兴趣 知道雅丽是如何混到这个高度上的 自己知道很多事情 一旦将其曝光出去 雅丽势必会身败名裂 很显然 黑客是准备出卖雅丽了 雅丽对此还浑然不知 这晚她在自家店里整理衣服 突然一位不足之客登门 此人居然是王劳拉 她就是先前跟宾妮妈 在网上骂架的女网红 王劳拉找雅丽的原因 咱们后面再讲 因为现在有一件大事发生了 男公关的死被人扒了出来 并制作成文章 发布到了网络上 所有涉及到此事的人 在看到文章的那一刻 全部都慌了 大壮联系各大平台 对文章进行删除 帮妹妹进行善后 王劳拉找到雅丽 先是向她表示祝贺 接着说到自己是她的粉丝 向网红圈就应该多出几个 像雅丽这样的网红 而不是像他们那时候 要想出名必须学会舔大姐 王劳拉这个时候 不合时宜的出现 让雅丽觉得她好像是那个黑客 雅丽被吓得不轻 联盟联系善美 想要知道当年 宾妮妈跟王劳拉大战背后的事情 最开始王劳拉是宾妮妈的死忠粉 她把自己塑造成附加阔态的身份 每次去宾妮妈店里 都会买一行李的东西 久而久之 两人熟络起来 并以姐妹相称 宾妮妈带着王劳拉 一步步走上网红这条路 并将其拉进彩西几人的网红圈 直到有一天 宾妮妈发现 王劳拉居然是个骗子 她根本就是个穷光蛋 身上的大牌奢侈品 都是花钱租来的 宾妮妈感觉自己受到欺骗 索性在网上曝光了此事 王劳拉也不甘示弱 将两人的秘密聊天记录曝光 其中包括宾妮妈疯槽彩西几人 随着事情愈演愈烈 他们都在网红圈混不下去 不得不选择退网 事件发生以后 宾妮妈生活过的一落千丈 丈夫跟她离婚 宾妮妈失去经济来源 迫不得已 卖掉自己的奢侈品度日 善美总结网红也没什么大不了 只不过都是在装模作样的生活罢了 背地里到处挖其他网红弱点 做手脚踩着上位 花音刚落 雅丽便联想到自己 其实退一万步来讲 雅丽何尝不是如此 此刻 雅丽开始怀疑王罗拉就是黑客 他变得心事重重 如果自己做的事情泄露出去 恐怕也将会身败名裂 另一边 大壮一出手 封锁所有帖子 同时寻找第一个发布帖子的人 要以散布谣言罪对其提起诉讼 这一下敏慧坐不住了 原来那个帖子是敏慧者人发的 他在调查出真相以后 便迫不及待发布出去 想要毁掉他们 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流量 可他明显低估了大壮的实力 将其置于危险之中 雅丽与中国大网红会面 对方很满意雅丽的供应链 决定将销售量 从最开始的30万提高到100万 借此打通国外市场 但这样做的后果需要积压库存 假设如果卖不完 事情就大了 善美对此表示担忧 雅丽母亲听到这话 误以为善美是极度雅丽的成就 直接将她痛骂一顿 丝毫不给面子 雅丽母亲越说越激动 把善美在平台上 借着雅丽名气卖货的事情讲了出来 雅丽母亲每天都在关注 善美的账号 知道对方的一举一动 母亲让善美放老实一些 后者感觉自己备受打击 这么长时间以来 善美为雅丽和公司也付出了很多 善美气得转身离开工作室 雅丽这里正在积极备货 不久 她通过郡警的口 得知网络帖子的事情 雅丽想要报警 女主人在这时找上她 安抚雅丽的情绪 希望她不要去报警 扩大事态的严重性 剩下的事情 大壮会处理好 但那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她们除了会拿钱掩盖真相 还会做什么 女主人警告雅丽 如果她不听话 执意要去报警处理 她将会失去现在的一切 雅丽失魂落魄地回到工作室 怎料却撞见 善美正在以自己的名义 售卖一款团购商品 本就心烦意乱的雅丽 又将善美责骂了一顿 后者哭着离开雅丽身边 善美是雅丽最好的朋友 没了她 雅丽所有直播事情 都需要清理轻微 忙得不可开交 就在这时 一位警察忽然找上门 她接到男公关死亡的报警电话 得知雅丽可能是知情人以后 特意上门询问 雅丽对此事失口否认 警察调查无果离开 雅丽却变得心事重重 她不知道自己这么做到底对不对 警察走后 雅丽与国外大网红进行合体直播 短短半个小时 直播间人数便达到了惊人的30万 销售我也是一路飙升 仅一个小时便卖掉所有衣物 接下来 大网红准备进行美妆直播 然而直播刚结束 雅丽便来到警察局 把那晚的所见所闻 全部告诉了警察 而在警局里有大壮的眼线 她第一时间将情况告诉了对方 也正是从这一刻起 雅丽的网红生涯开始走下坡路 关于她的负面新闻全部被爆了出来 其中包括她与黑客的聊天记录 一时激起千层浪 雅丽被推上风口浪尖 大壮联系警队局长 将负责男公关案件的警官调走 他准备动用关系 把这件事强压下来 同时大壮也查到发布信息的人 准备对她出手了 雅丽的事件还在不断发酵 越来越多聊天记录被曝光 雅丽发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捏造的 有人在故意贬低雅丽 其实雅丽成为网红 总共就做了两件相对不光彩的事 一件是针对维斯塔市女老板 调查她的内幕 第二件就是那场改变命运的 巴尔曼服装秀 雅丽是通过威胁网红大美 得到的入场券 雅丽通过黑客查到大美 有被人包养的记录 于是雅丽冒充负伤 以2000万韩币包养的名义 将大美诱骗到酒店 借此抓住她的小把柄 拿到巴尔曼服装秀的入场券 另一边 采西几人准备借此机会 将雅丽彻底拉下马 而爆出聊天记录的 不是别人正是黑客 雅丽这里被整得焦头烂额 忽然她想起了王劳拉 自己跟黑客闹步的第二天 王劳拉便出现在她眼前 还说了一些奇怪的话 雅丽怀疑黑客的身份 就是王劳拉 那时候她对付宾妮妈的手段 也是曝光聊天记录 雅丽随即跑去质问对方 王劳拉则忍不住笑出声 她不是黑客 可她知道黑客这个人 对方创建了一个雅丽的黑粉群 里面曝光了许多关于雅丽的黑料 众所周知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想看你好的人 他们会想尽办法踩你 雅丽深陷舆论的沼泽里无法自拔 决定召开直播 解释网络上出现的聊天记录谣言 当年夜里雅丽准时打开直播 解释自己与黑客的关系 她的确利用黑客提供的网红内幕 打压一些网红 不过网络上 爆出来的很大一部分聊天记录 都是虚构伪造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雅丽准备把自己的聊天记录拿出来 事情发展到这里 雅丽也打算将彩西开面粉派对的事情讲出来 结束这几天的闹剧 没想到 敏慧却抢先一步开直播 承认是自己写了那篇 彩西几人吸食面粉的文章 不过她是受到雅丽的威胁 正在直播的雅丽 知晓此事后整个人都懵了 而敏慧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大壮找上她 如果敏慧不听大壮的话 把黑锅扣到雅丽身上 她便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敏慧迫不得已只能照做 这下雅丽直接被推入谷底 她的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 之前卖出去的货 也因为负面影响被退了很多 郡警这边为了救雅丽 不惜跟大壮翻脸 代替雅丽对大壮进行起诉 起诉她违反毒质量保障制法 犯有过失杀人罪和散布虚假信息罪 郡警可以作为目击证人出席 而女主人也厌恶老公的做法 决定加入郡警阵营 舅舅深陷泥潭的雅丽 局势变得越演越烈 雅丽通过弟弟查到几个黑粉的ID 这些人被抓进警局 雅丽前往警局 想要看看其中有没有黑客 你猜她在警局看到了谁 黑粉里居然有扇美 雅丽整个人都懵了 最好的朋友都背刺自己 雅丽无法接受也没办法去接受 雅丽气得转身离开 扇美追出来解释 她只是最开始发布过黑帖 那时候雅丽成为年入过亿的网红 扇美因为极度才抹黑她 不过后来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停止了 与此同时 郡警在前往公司法务部的路上 突发车祸昏迷不醒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这是有人在灭口 而这个人很可能是大壮 雅丽得知郡警出事急匆匆跑去医院 虽然命保住了 但郡警一直处在昏迷状态 这件事不管牵扯到郡警 就连庆培也受到影响 几十万件退货堆满了整个仓库 不知该如何是好的庆培 最终选择了轻生 随后 小黑粉将庆培的死又扣到雅丽头上 谎称庆培是受不了雅丽的压榨才想不开 扑天盖地的骂声席卷而来 了解不了解她的都开始骂 雅丽感觉天都塌下来 只能选择逃避 采息他们却因祸得福 获得不少流量 敏慧也跟黑客单线联络上 这天敏慧因为开直播 没及时回黑客的消息 对方顿时勃然大怒 另一边 郡警出了车祸以后 女主人决定接替对方 继续帮助雅丽 在这之前 她向大壮提出了离婚 女主人早已受过大壮 后者却警告女主人要三思 原来 女主人跟大壮结婚是一场政治联姻 当年 女主人的父亲因为腐败问题 受到有关部门的调查 是大壮帮她揽下 所以最后父亲才将女儿嫁给大壮 与其达成战略合作伙伴 而这也是 女主人当初跟郡警分手的原因 女主人听完 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 这一次 她要为自己而活 女主人来到医院看望郡警 却从郡警母亲口中 得知雅丽刚才来过 随即追了出去 最终是在天台找到了她 这个时候的雅丽 处在崩溃的边缘 毕竟因为自己的事情 害了这么多人 女主人认为雅丽不应该逃避 而是勇敢面对 在女主人的劝说下 一切网红内幕 为了能有足够的影响力 雅丽选择了假死 她此后三个月 这件事逐渐平息过去 而在此期间 郡警也苏醒过来 直到这一天 雅丽见时机成熟开启直播 死而复生的她 瞬间在网络上引起轰动 她通过直播镜头 将所有事情吐露出去 事件的发酵 让政府部门关注到这件事 大壮以及采西等人受到牵连 被相关部门带走 进行调查 面粉的事情被大壮搪塞过去 毕竟她没有参与面粉派对 只是把南公关送去某整形医院急救而已 但她叫唆杀人的事情 还是被警方查了出来 大壮必将面临牢狱之灾 原来郡警的车祸 就是大壮搞的鬼 很快 雅丽的直播地点也被郡警找到 只是等到了现场 郡警才发现 镜头前面坐着的并不是雅丽 而是迷途知返的扇美 雅丽利利用AI换脸技术 将扇美的脸换成自己的 并让她代替自己揭露所有事情 雅丽则在背地里寻找黑客的身份 没过多久 这个人终于现身 只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黑客竟然是一个小女生 黑客本名叫恩采 是一家美容院的技师 采西几人是那里的常客 他们在按摩时 口吴着懒 什么话也往外说 因此恩采才会知道 那么多网红的秘密 采西他们在按摩时 对恩采的态度十分恶劣 促使恩采产生 想要毁掉他们的想法 就在这个时候雅丽出现了 于是恩采见了个小号 主动联系对方 雅丽活起来恩采感觉自己被无视 转头投靠采西他们 想要搞垮雅丽 雅丽来到恩采工作的美容院 跟她进行对质 恩采被吓得不轻 连话都说不出来 一把推开雅丽冲出去 来到更衣室 想要逃跑 却被追来的雅丽堵住 恩采无处可逃 选择自我了断 多亏雅丽反应及时 将她送去医院 抢救了回来 恩采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其实更多的还是两个字 嫉妒 网红每天过着纸醉亲密的生活 她自己却入不敷出 网红的一件衣服 就顶她一年的工资 恩采极度不甘心 直到某一天 她得知网红背后的真面目 便彻底爆发 想要毁掉他们 最终走上黑粉这条不归路 随着恩采的现身 整起事件落下了帷幕 经过这件事 雅丽也想明白一些事情 决定放弃网红的头衔 重新做回普通人 与俊景生活在一起 聚集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片名《绝世网红》 一部最新上映的韩剧 揭露了光鲜亮丽的 网红背后的故事 网络时代的腾飞 造就了一群身家过亿的网红 他们穿金带银 让人十分羡慕 但有些事情看看就好 终究还是要回归现实 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才是网道 不要过度追求 虚无缥缈的事情 那些事物只会将你推入深渊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